钢铁试矿国际用钢需求放缓了 加上中国低价外销到货 欧洲的钢铁业者最新表示 欧洲钢价已经低于生产成本 呼吁欧盟政府必须要透过一个新的关税体系 来解决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 而台湾部分也有业者透露 央行第七波打房政策 不但重击了营建业 建筑用钢的需求也不被看好 最快三个月最多半年就会看见影响 工地传出正正10公升 工人忙着赶工 钢筋水泥这些盖房子会用上的原物料 不过近期钢筋价格却出现下跌 有业者点出国际需求疲软 中国低价倾销都是主因 另外还有政府打房 以短期来看的话 我想说整个房市上面的 现代令建说令政策等等 这确实是会有短暂的影响 但是以长期来看的话 它还是会回归到比较理性上面的一个需求 业者话说的保守 不过近期原物料价格下探 钢筋价格也跟着下探 上周钢厂调降价格后 中部报价大约每顿1.74万到1.75万元 南部则逼近1.7万元大关 跌至近三年来的低点 也有业者只愿私下透露 钢筋需求放缓 目前生产量下降10%到15% 打房引发的效应最少三个月 最多半年就会出现 最近这个央行第七波的打房措施出来之后 影响未来这个建商它开岸的一个速度 那开岸的速度有影响到的时候 一定会影响到未来的钢筋的需求 以国内的这个钢筋的一个需求来讲的话 通常是delay一季到一季半 所以说我们可能要观察到 明年过年前整体的一个钢式的一个盘价 分析师也表示 建商现在就有出现928档期 延后到明年329档期的现象 另外建筑工地也因为缺工问题 厂商提货速度慢 钢筋厂囤货成本也提高 基本上就是因为全球钢铁产能的增速 已经超过整个一个市场上面的一个需求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主要市场 是对于钢铁的需求是持续的下降 那当然整个房市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会造成它的整个钢铁上面的报价 是趋缓甚至到下跌的一个情形 而目前欧洲钢铁厂更针对钢铁市场表示 因为需求疲弱 能源成本居高不下 以及中国钢厂外销导货等因素 欧洲钢价已经低于生产成本 呼吁欧盟政府必须透过一个新的关税体系 解决全球产能过剩问题 这边万俊良台北昌报导 翻了 翻了 翻了